152. 上海證券報 吹盡狂沙此道金量化對沖基金賣入戰國時代 2015年7月19日基金專訪03黃成成對話 附線投資總經理兼投資總監林成棟本部記者黃成成 預計半年之後才能等到封的林成棟 沒想到對沖基金的這場大風會來得者麼快 我幾週前環和同事開環笑說 韜光養悔等風來 沒想到風來得者麼快 等到的還是巨峰 7月14日在辦公室接受採訪的林成棟忙碌而輕鬆 在股市震盪的時期 逆勢創新高的兩化對沖基金 又成為各方觸目的焦點 經歷了上半年股市瘋狂上漲的喜悅和劇烈調整後 高正值回撤的痛苦 投資者愈來愈意識到穩健收益的 量化對沖產品在資產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林成棟預判 未來半年到一年 量化對沖基金應該都會是渠道好賣的產品之一 同樣也是高正值投資者佈局的好時機 然而 繁榮的背後也隱藏風險 量化對沖基金正值上漲的表象下也有著驚心動魄的心路歷情 林成棟坦然 此前市場的極端行情也可能會讓不少對沖基金陷入流動性危機 雖然可能最終靜值都上漲了 但是如果沒有夠時 持有過多停牌股的對沖基金也可能會陷入危機 一向奉行穩健運作 送上絕對收益的負善投資 可稱得上線內得住寂寞的小數派 其量化對沖系列基金運作中始終堅持行業忠誠 風格和風險忠誠 堅持堆回撤下的可持續絕對收益 半年兩次黑天鵝事件考驗中正值都影響甚少 正值曲線平穩向上 林成棟對自己量化投資理念更加堅定了 梵榮表象暗藏流動性危機在外界看來 在市場經理動盪 槓桿牛市遭遇調整的當下 量化對沖基金理應是最大的贏家 在多數股票基金正值遭遇大幅折損時 正值平穩上揚的量化對沖基金 著實讓人羨慕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這次市場遭遇罕見的流動性呼吸 風格激進的對沖基金或許和風險也策堅移過 如果政府不出手 後果可能難以預測 以及兩週前的黑暗時黑 林成棟形深有預規 他告訴記者 前幾週市場上市無前例的公司停牌數量 可能會讓不少風格偏向配置中小市值股票的 對沖基金持有的停牌公司佔持倉比例高達30%至40% 當時連續幾日股指期貨大幅貼水 市場流動性出現問題 最好的策略是鋼倉變現持有現金 但是持有過多停牌股票顯然無法大量變現 如果此時遭遇大額熟悔 對沖基金被動賣出流動性好的股票 有限制開空倉 這些對沖基金可能會變成持有一堆停牌股的多頭基金 如果後續市場繼續下跌 對沖基金正值將可能遭遇較大回撤 雖然後面救市可能使者遭遇對沖基金正值反而大幅上漲 但是如果沒有救市呢 讓臨成動慶行的事 一向堅持穩健操作的負善量化 選股模型中指數成分股比例比較高 這次停牌潮期間持倉的股停牌數量只有10%左右 相對來述當傳得多 即便遭遇極端情況 對正值影響也有限 臨成動指出 如果對沖基金在牛市不甘寂寞 通過行業偏離配置更多中小市值股票 通過架高風險闖口從而獲取高收益 那麼這種做法在極端行程中就會承擔較大風險 去年12月的權重股部將讓部分此類對沖基金會次較大 而本次極端風險下由於政府救市反而可能帶來收益 但這僅僅是運氣 他認為對沖基金應該更多強調穩健運作獲取絕對收益的理念 這是他所帶領的副線投資堅持的原則 因為在牛市中 對沖基金是無法跑贏股票營多投基金的 我們更願意堅守持續穩定增長的純中性對沖策量 讓機構和高正值客戶安心持有做資產配置 畢竟市場長期來看資產管理行業 比拼的不是誰賺得多誰賺得快 而是誰活得更久 對追求絕對收益的對沖基金 尤其如此 據了解 負善量化對沖基金追途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年發收益率 控制百分之五以內的回撤 這個業績在臨成洞看來已經是可貴的 雖然負善旗下的基金職效都超越了這個基準 但事可持續更值得珍惜 古指期貨並非洪水猛獸回想過去兩週 市場短短幾天從一片歌舞聲平序入流動性呼揭的深淵 讓人心有如貴 很多市場人士在承受資產大幅縮水之痛的同時 也不免思索造成市場下跌的真正原因 在臨成洞看來 之前市場劇烈調整 核心原因是正勸現貨市場槓桿過高 估值過季的緣故 與衍生品並無直接關係 目前市場對股指期貨有一些五解 他認為 如果沒有股指期貨 失去淘寶手段的追求絕對收益的機構必然要賣現貨 正勸現貨市場的幅會更大 大量佩茲加槓桿後的整個正勸現貨市場就像一個期貨市場 期貨的特點是一旦方向變了 一定會像過頭或者一跌過頭 而在場外佩茲被清理之後 就由於泡沫被撕破 最終市場一射千里 與大薩 為的金融衍生品 加劇股市下跌的觀點不同 林成洞認為 市場的跌不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現貨市場期貨化 同時市場的股值過高 在現貨市場泡沫破歷的過程中 股市期貨起到的恰恰是發現市場價格 增加流動性的作用 而非引發市場具真的道火索 負善投資近期賺民中寫道 股市的流動性枯竭 股票想買但是買不掉的時候 患有什麼辦法來減緩下跌恐懼和控制損失呢? 其中一個答案就是 同時套期保值 通過買空股市期貨 投資人可以方便地控制 鎖定、損失、防止市態惡化 即使行情進一步下跌 由於有做空股市期貨空投的保護 也沒有必要著急賣掉股票 從而改善了流動性 如果禁止或限制股市期貨做空 投資人控制損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賣股票 加上絕大部分基金產品裡設定的指選條款 這才導致跌跌不優的現象 也就是所有人都在搶佔珍貴的流動性 從而發生了踩踏事故 林成棟認為 市場應當謹記者至流動性之傷 但不應把責任全部怪罪在股指期貨和槓桿之上 更不應因熱費食而停止金融創新的步伐 維護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是我們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責任 量化對沖基金邁向戰國時代事實上 在此輪對沖基金未被引爆的危機之前 整個行業去年12月已經經歷了一場黑天鵝事件 比時現貨市場大盤股暴漲 其貨市場升水過高 這樣買入小盤股過多 用戶心300期指對沖的激進營對沖基金也遭遇危急時刻 也出現過對沖基金正值大幅回撤甚至清盤 如果說賞致的市場黑天鵝 讓整個行業能夠看出不同對沖基金公司 中性策略的風險控制水平和對沖基金的風險點 這次市場又及整個行業做了一次風險提示 不到一年時間就經歷了對沖基金 兩次潛在的市場危機 這樣臨成棟感嘆 一定要對市場保持敬畏 負善投資在兩次潛在危機遭安全著陸 也讓臨成棟更堅定負善優響系列對沖基金穩健操作 保持忠誠、合理收益 如期同時要控制回撤的投資理念 好的對沖基金產品不是僅僅看誰的收益做得高 還要看收益背後承擔了可能潛在的多大回撤風險 林成棟說 現在市場投資者有一種誤區 購買理財產品只看過去半年到一年收益最高的產品 不太關注收益背後的潛在風險和回撤 只有關注風險調整後的收益和真正淺行多元資產配置策量 財會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不過隨著投資者理念的成熟 林成棟判斷 未來三年大資金會越來越向有品牌 有團隊、有業績、有規模 穩健收益的公司集中 對沖基金會從群紅並起的春秋時 起碼向七國頂立的戰國時代 韜光養虎舊建議板量化對沖德國隊機會 只會誰稱有準備的人 在此前市場暴漲 對沖基金經歷紅市的時候 林成棟就在偷光養虎重投資研究 交易風控、市場渠道和客戶服務 全方位提升公司整體實力 這輪市場暴跌中 富善旗下的套利 量化對沖以及 CTA產品不但全線創出業績新高 公司整體實力也在不斷增強 從2013年至今 經歷三年一版本的投言團隊建設 富善投資已經建立起十五名能徵善戰 並經歷磨合和實戰考驗的投言團隊 只有把投言團隊的建設 策略無形研發走在管理規模之前 才能在規模增長的同時保持業績的可持續和穩定 以我們現在的團隊 應該可以管理更大規模的產品 只是我還是希望穩步前進 一步步把規模做上來 一月富善港求穩健 步步為營的投資風格 這種不務盡 穩重求進的風格也體現公司規模的擴張速度上 據介紹 目前富善旗下三大產品線 分別為安享、優享、志願系列產品 產品風險由低到高 能滿足不同收益需求的投資者 未來 臨成棟打算進一步拓展 CTA系列產品的投資範圍至股票產品 使得公司策略更為多元化 將負線投資打造成量化對沖基金領域的德國隊 使臨成棟經常掛在嘴邊的話語 而一向奉行行性於言 之行合一的他正帶領著負線投資德國隊 遷行量化多策略創造可持續絕對收益的理念 在臨成棟的理解中 量化對沖基金已經進入去個人光環 崇尚個人英雄的工業化時代 比拼的是透現實力 系統研發 風險控制和團隊作戰能力 獨行者促 連專利坐護 A 合夥人機制是保障 作為豬著投資創始合夥人之一的 臨成棟始終崇尚和堅持合夥人機制 富善一版團隊邁向二版團隊的核心標誌之一 是更多的投研成員包括中後台成員成為富善的合夥人 據悉 目前富善已有三名員工成為公司合夥人 到年底將有更多的同事會成為合夥人 而當下市場的哨聲已然吹響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